动词时态的大方向,我们全部讲解完之后,接下去,老师要帮同学做细部的分析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那么第一个,我们就先复习一下,现在的动词时态 老师分两类,左边这一类就是低动词,右边这一类就是动作动词,也就是一般动词 所以这两类一定是跟着动词一直走的,低动词,动作动词 有时候两个会怎样合在一起,那就会变成进行式,被动式 所以这两个动词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它 B动词,你看,I am,没有错,这我们复习之前讲了很多了 第二人称,you are,第三人称要用意子,he is,she is 那这边第一人称,动,不动,第二人称也是一样,都一样 那重要还是在第三人称,动词要加s 好,三人称,like,喜欢,loves,爱,还有呢,works,工作 第四个,place,是玩,ok,或者是弹奏,什么乐器 重点,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二人称大概变化不大,三人称最麻烦 B动词,还有一般动词要加s ok,现在我们看例子 第一个例子 I go to school by bike every weekday 那我们为什么知道 老师,我一看我就知道要用现在式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当然可以看看什么 看时间 所以这里就是表示现在的一个事实 现在的习惯 或者是现在每天的动作 每天的习惯 还有讲格言 因为格言是不变的 以前到现在到未来永远都不会变 那这个格言我们一律都用现在式 好,那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 every weekday 每个上课的时间 weekday就是你有上课的那些日子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意思 周六,周日就是叫weekend 好,weekend 那这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是每天都这样子吧 就每天的一个习惯嘛 所以用现在式 好,这里有一个片译 by bike是交通工具 好,by bike 搭什么 bike 就是你骑脚踏车 好 上学 第二题 Mary usually get up at 6 o'clock 玛丽 通常是六点钟 at 6 o'clock 是六点钟 起床的 玛丽不要忘掉 第三人称 你看要加s哦 千万不要忘掉 这个s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容易疏忽掉 这是usually通常 这是什么 这就是 玛丽 现在 目前的 什么 习惯 她现在就是 天天习惯 大部分都是六点起床 所以我们就要用 现在 是 从内容可以看出来 不要慌 我们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老师可以判断 你也可以判断 因为老师懂技巧 那技巧交给你 你也是一样 还是很厉害 好,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是 隔岩 有一句隔岩说啊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隔岩是 永远都不变的 我们英文 全部用现在式来写 不准用过去式 也不能用未来式 都不可以 隔岩一律用现在式 那 a saying 隔岩 你要小心哦 a saying 这隔岩第几人称 我第一人称 你第二人称 其他的都是第三人称 所以隔岩也是第三人称 那动词要加 s 或者是es 所以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goals 对 a saying goes 就是有一句隔岩是这样说的 好 那to go不对 这个不是动词 going也不是动词 这两个都不是动词 好 我们用单数就是goals ok 这是第一题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继续看选择向第二题 julia 别忘掉了 julia第几人称 第三人称 动词要加s 好 那你可能会 老师你怎么知道用现在式 有啊 这里不就出来了吗 every day 每天嘛 天天的习惯 每天的习惯 当然用现在式 所以第三人称 现在是动词加s ok 这样不就很简单吗 julia 每天 都在公园运动 每天都在公园运动 好 第三题是比较难的 老师在这边有做一个语法的补充 英文有一个习惯就是 很少说两边两个句子都是用未来式 所以如果有看到if表示如果的这种句子 那后面就要用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另外一边就是未来式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们容易出错 反正你容易出错的就是会考你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慌慢慢来 好 如果天气明天变好 那同学常常会看到 老师有明天耶 你看明天在这边是不是要用未来式啊 好像要用未来式 但是我们这边用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因为后面有一个未来式了 天气如果明天很好 我他就会来 所以我们这边用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那用哪一个 意思还是黑字 这个fine是形容词 谁要配的是b动词 if it is fine 这答案是用这个 用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这个it是表示天气 这题非常重要 第四题 太阳每天从东边上升 诶小心 从东边上升 英文是用in the east 从西边下去是用in the west 这个是不要写错了 有很多同学都写到 from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我们讲的从东边上升 其实就是这个用英文是用in 在东边那个地方上升 在西边那个地方降落 所以太阳第几人称三人称一定要加s 用现在式 这个是为什么用现在式 因为这个是每天不变的事实 这就是现在的事实 永远都这样子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永远都这样子的都要用现在式 这个观念要记住 好最后做两题来 每天我看到每天了 每天就告诉我了 时间告诉我 我们要用现在式 第六题也是一样 天天也是指现在式 所以我们现在要写现在式 来把答案写下去吧 主词先写 主词是他 好动词 写完就写动词 不要照字面上翻 先写动词 打线上游戏 就是打 那个打就是用三人称加 play加s 别忘掉s 好 打什么 打线上游戏 线上是用online 那游戏就是game 打游戏一定是打很多 不可能只有打一个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加s 好 复数 这样就很清楚了 先写主词 再写动词 注意三人称 要加s 再来写授词 打什么东西 后面名词要接出来 好 如果还有 再加到后面去 时间 每天英文怎么讲 every day 分开写哦 千万不能连在一起 这个要小心 好 每天是要分开写的 every day 好 第六题 先写主词 三母 Same Same第几人称 三人称 好 先写动词 很晚就寝 就寝就是去睡觉 所以三母是第三人称 要用goes to bed 很多同学都写到goes to sleep 那么sleep sleep 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好 这个我们讲说就寝 通常都是用goes to bed goes to sleep 一般都是讲说 这个睡着了 入睡了 所以呢 要就寝 直接到床上去 躺在那边 就是goes to bed 这个比较好 好 那么怎样 很晚 late 好 l-a-t-e很晚 什么时候啊 每天 every day ok 所以same goes to bed late every day 这就是我们 复习的 表示现在的 动词 时态 呈现的各种方式